好 说 刚才讲的是 柯文哲我真是觉得他太妙了 他居然有 同时有清官跟贪官 两种最极端 最恶劣的特质 我本来讲 你今天该给财政好处 你都给了吗 你今天该给的好处 你都给吗 那总要做点事吗 就大家这两年就说 他八年做了什么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一条情运都没有 好 一条情运都没有 你有像样的重大件事吗 一条没有 那你到底做什么 就搞了半年 你的第一果市场了 阴途中心了 现在搞了半年 都已经变成烂尾楼 现在都已经变成很难收拾 那你很难收拾 更可怕的是 那钱呢 原来台北市有四大基金 这四大基金 他都被掏空了 他每天早上说 他七点半就嗡嗡嗡 他说他是全台湾 最努力的公务员 结果搞了半天 你有最多的钱 你说你最努力 结果你最后 什么都没有 保险 柯文哲号称说 每天七点半 就嗡嗡嗡上工 大家都以为 他是勤奋的蜜蜂 但我们现在才知道说 他是嗡嗡嗡是 无头苍蝇 为什么这八年来 他几乎没有 一事无成的这个状态 我敢这样说 为什么台北重要的建设 他一个都没有完成 你讲得出来 什么重要建设 一个都没有 你用一事无成 来评价柯文哲的八年 另外第二个 宝姐我问你 跟着苍蝇 你会找到什么 大便 对 你看你跟着柯文哲 找到谁 大便 你找到谁 你找到吴东晋 找到沈庆金 你不然 这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就来说 为什么他是 苍蝇就是这样子 一事无成 无头苍蝇 而且找到都是不好的东西 台咪啊 对没错 好我们现在讲 细数他到底怎么搞坏台北市的 第一个 台湾台北市最重要一个科学园区 北市科 他搞好了吗 砸掉了 砸掉了 另外一个 双子星 木球一指 搞好了吗 没有 没有弄好 再来的 内湖科学园区这么重要 你交通有弄好吗 没有 没有弄好 软体园区 里面的东区门户计划 你那个BOT到现在搞好了没有 没有 大巨蛋 你弄好了没有 拖了八年 好什么都没有 重大建设一事无成 再来 你留下多少烂摊子 八大烂尾楼 低于果市场 那个北 台北音乐中心 音图中心 北异中心 全部都是烂尾楼 再来 四大基金 什么台北的这个教育基金什么 全部都被你掏空 真的掏空了 都是负债累累 好所以就这样 事实上我就说 我就说嘛 一事无成 再来 我长期跑捷运 我是台北捷运的第一代记者 我想都奇怪了 怎么捷运在这个科文哲上任之后 电扶梯也出问题了啦 又开始着火了啦 又出了一大堆疲漏 对 捷运是台北市 等于说是规划最完善的 到后来是非常上轨道的 对 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全部出问题 搞了半天 捷运重置基金的钱 你给我挪住他哟 对 所以我才说 你看 一事无成 然后掏空非常多的这个建设 掏空非常多的状况 全部都把他搞砸 好 那我们不是说 顺着他你可以找到谁 找到武通经 跟找到沈静经嘛 这几天不是 昨天你看沈静经被找上 从这个约谈之后 一直到晚上的时候 才回到这个北索 今天又约了这个科文哲 听说目前为止 金流已经抓到 而且现在已经启动 所谓海外的这个金流 目前为止 我们调查局的 海外的金融情报中心 已经启动了 再抓他的金流了 海外金融中心都动起来了 这几天鼠卫不是说吗 你跟这个吴东庆 到底见得多好吃面嘛 所以才跟你说 我们现在才知道说 他嗡嗡嗡 他不是勤奋的蜜蜂 他真的就是 无头的苍蝇 而且刚刚讲的 无头上蝇 专门找大便 专门找屎 专门找有利可图的地方